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 你在这些基地上看到的第一个外星生物是什么? 第一次看到一个不像我们人类的生命体时是什么感觉? 那是高白人 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第一次见面的细节吗? 因为显然第一次看到一个明显不是我们一元的生命体 这肯定是你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其实是间接的 通过远处看到它们 通过不同的窗户和不同的项目看到它们 然后阅读有关它们的资料 我在能够真正看到它们之前 对发生的事情有了很好的了解 我先通过观看视频 阅读书籍 以及阅读这些生物 以及与它们合作的历史 相关数据库文件 慢慢熟悉它们 那么让我们开始讨论高白人 因为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混淆 例如吹上人查尔斯霍尔提到的高白人 它们的眼睛看起来更像灰人 但带有蓝色调 此外 彼得·彼得森描述了它与高白人的经历 他说这并不真正意味着某一种类型 只是基于它们的外貌进行的分类 科里有与安沙尔人的经历 它们看起来更像人类 但随着年龄增长 它们最终会变得更高 那么你会如何称呼高白人呢? 首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它们的外貌 以及其他任何特定的身体特征 当然 它们超过七英尺高 它们有一个小脸 比我们的稍微小一点 它们的手臂非常纤细 它们非常受穴 它们的动作非常流畅 实际上就像跳舞一样 所以它们移动的时候就像这样 它们的关节和四肢都很灵活 不像人类那样僵硬 它们还对我们所有的信仰系统 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它们非常有同情心 也非常聪明 我大概在六到七个月前 从远处看到它们 直到我实际上在一个项目中 与其中几个人近距离接触 那么如果我理解正确 它们的脸大致像我们的脸 但只是更小 是的 脸更纤细 我不喜欢提到电影 但在星球大战电影中 有一群高白人 它们负责制造士兵的克隆体 它们掌管着这个星球 它们有着非常纤细 美丽的椭圆形脸庞 眼睛非常漂亮 占据了大部分脸部 眼睛至少是我们眼睛的两到三倍大 鼻子几乎不存在 非常小巧 就像亚洲人的鼻子 有非常小的鼻孔 嘴唇很美 那么眼睛非常突出 它们几乎像这些动漫角色之一 看起来仍然是人类 但只是更大 没错 眼睛是椭圆形的 向外倾斜约二十度 我们的眼睛是直的 但它们的眼睛稍微倾斜 呈椭圆形 更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外貌 对 我说的高白人 并不是指你们流行文化中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 金发蓝眼镜的高个子人 我们称之为北欧人 没错 它们的皮肤是灰白色的 非常白 以至于光会从它们身上反射出去 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皮肤 带有光泽 非常白 手指很长 脚和我们的一样 它们是秃头吗 是的 它们没有头发 我从未见过它们有头发 真的吗 它们确实穿衣服 通常是紧身衣服 它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内脏系统 能够在几乎任何星球或任何大气中生存 所以它们可以呼吸很多不同类型的气体 而这些气体通常会杀死我们 它们的胸部很小 成微型 它们肯定看起来不像灰人 不像 它们就像我们一样 是秃头 白皮肤 脸更瘦 而且非常高 是的 提特描述的这些生物之遗会拿着一个魔杖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们携带魔杖 或者任何类型的工具 我从未见过它们拿着魔杖 但它们确实戴着这些特殊的手镯和项圈 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它们的内脏系统有关 但我没有被详细介绍过 这是它们告诉我的全部 好的 你对这些手镯或项圈的功能有任何了解吗 它们上面有灯 这些灯像一条蓝色的带子围绕在项圈的中央 项圈大约一英寸宽 非常薄 在项圈中间 大约四分之一英寸 有一条带子环绕它 这种光在蓝色中心带上旋转 而且一直亮着 与它们戴的手镯同步 它们是同步旋转的吗 灯光 是的 它们确实是同步旋转的 那么 你有没有一种直觉 或者你试图猜测这可能是为了什么 我认为这可能与它们履行到不同地方时 帮助它们获取某些营养物质 化学物质 矿物质和维生素有关 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它们的电压 保持它们的能量 提特谈到的高白人可能与这些不同 他说它们真的很难接近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类 这对它们来说几乎造成精神上的混乱 你有没有观察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想要与普通地球人保持距离 这些高白人没有 但确实有其他混血白人 它们对我们的能量场过于敏感 因为它们能感知到我们每个细胞的能量 我们与这些白人外星人并不同步 我认为这与我们携带很多细菌 好细菌和坏细菌以及病毒有关 这些都会发出特殊的能量脉冲 对它们来说太过强烈 它们可能会因为过多接触人类而生病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它所指的 形容一下你第一次遇到高白人的情景 你通过窗户看到过它们 可能也有一些简报 它们在很多场合被带进来 处理一些不明原因死亡的地球人 地球人 是的 地球人 显然它们对此非常关心 它们会被带进来 与团队一起工作 有一次我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两个高白人 当时我正在从某人那里取样本 它们很容易分辨出男女性吗 是的 有些女性的面部特征更纤细 眼睛也没有那么大 眉毛也是 不是眉毛 但你可以看到有一点眉毛的痕迹 只是没有头发 只是眼睛上方的色素有点不同 有点偏白 通过这两个原因 你可以从面部特征上分辨出来 身体看起来几乎一样 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四处走动 它们总是穿一些衣服什么的 那衣服是什么样子的 总是某种紧身衣 像安伦之类的 它们总是戴着手套 所以这种衣服材料几乎覆盖了它们的整个身体 除了脖子和脸 我很好奇它们的交流方式 它们用嘴说话吗 它们非常擅长心灵感应 它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其他语言 实际上是所有语言 但你不需要说话 因为它们只需看着你 它们说 请回看 看着我的眼睛 当你看着它们的眼睛时 就像某种链接 它们所想的一切都会被下载到你身上 而且它们也很容易接受你 就好像你一见到它们 它们就知道你的一切 那么 如果你对它们的长相有一个不可爱或评判的想法 因为我相信这种情况总会发生 绝对会发生 那会发生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况 它们不会对这种想法有反应 因为它们知道 有时人们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它们的不同 我认为 如果我们被抛入它们的世界 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们必须真正做到无私 并接受可能因为外貌而不被喜欢 或者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这都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想更具体地了解 你第一次与非地球生物目光接触的那一刻 你在哪里 第一次看见它们的眼睛时是什么感觉 我们正在穿上手术服准备进入手术室 它们的衣服和我们的当然不同 适合它们的身体 我注意到当技术人员帮它们穿上衣服并拉上拉链时 它们的动作非常流畅 在手术台上 我正在帮助它们处理一些工具 它们的动作非常流畅而快速 像一种舞蹈 这真的很有趣 我不想让你觉得它很慢 身体很流畅 就像我说的它们的关节非常灵活 不像我们那么僵硬 但确实有五根手指和手掌 只是手指更长 手掌更方 不像我们的原手掌 这是我注意到的一些特征 我记得看着它们 没有说话 这就像一种问候 当我们准备进去时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心里突然浮现出问候这个词 不是用声音表达的 只是这个词 我记得在心里看着它们 也在心里说了同样的话 它们笑了 我可以看到它们 有和我们一样的面部特征 它们的眼睛可以上下一动 鼻子也可以动 它们的脸上有肌肉 它们能在你的脑海中传递东西吗 比如颜色 符号的视觉图像 绝对可以 一种全息图的感受 是的 如果它们想教你一些 你不知道的东西 它们基本上可以在几秒钟内 将这些信息下载到你的大脑中 到你的意识中 所以你可以很快学会 它们在桌子上做的事情 即使你只是在桌子对面 当你与它们一起进行解剖时 你提到有时它们会对地球上 死以奇怪方式的人类感兴趣 它们会在什么情况下被召唤来 一些非常困难的案例 它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外星人或人类是怎么死的 它们是指基地上的人 基地上的人会把最困难的案件交给它们 给高白人 是的 给高白人 有时它们不允许我们进入那些病人的房间 但我们是团队的一部分 你要明白 即使你不在病房里 你仍然可以在病房外面工作 看着里面的情况 帮着拿补极品什么的 你能回忆起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一次涉及高白人的非地球生物的解剖案例 告诉我们这种生物是什么样的 以及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这再次涉及到化学问题 我们确实会接触到一些其他混血白人 它们看起来更矮 大概和我们一样高 一样大 但它们非常非常白 有晶莹剔透的蓝色眼睛 总是有白色或金色的头发 它们有耳朵 而高白人实际上没有耳朵 但我称之为人类混血白人的 有耳朵 它们看起来有点像我们 但它们的牙齿非常不同 它们的牙齿是圆的 像半月形 而不是像我们的方形 这很奇怪 你不太会看到它们的牙齿 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个混血白人 他的胸口有烧伤的注射痕迹 从上到下排列着六个小洞 一直到肚脐 看起来像某种武器 在它们的皮肤上留下的烧伤痕迹 但在这些圆形烧伤的中间 有三个点 如果你把它们连成线 就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 它们试图找出是什么类型的武器 杀死了这个混血白人 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发生在哪里 它们实际上可以把自己附着在 一个死人的大脑上 将信息下载到自己的头脑中 几分钟内就能弄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 发生在哪里 谁是凶手 并构建整个故事 哇 那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你知道它是怎么死的吗 我不知道 但它们确实知道发生了什么 它们看起来非常难过 你能看到它们脸上的痛苦 当你看到像黑衣人这样的电影时 感觉如何 威尔史密斯在地下设施中与各种外星人共事 你看到那部电影时是什么感觉 我不是那种电影的忠实粉丝 我不喜欢好莱坞把外星人当作某种游戏或恐怖威胁来戏弄 我对那部电影没有共鸣 但有很多电影和动画中对外星人的描绘非常好 比如你和我最近看的那部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是的 电影中这些外星人看起来和这些高白人一模一样 我记得 有一部分是不同种类的外星人聚集在一起 就像联合国 没错 就在开头的部分 是的 那非常准确地描绘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外星人 他们必须带来自己的环境 有一个像鱼一样的外星人 他头上有个水族箱 当然 这有点搞笑 但实际上确实如此 我们说外星人穿的东西可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能量正确 或者他们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头盔来维持生命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描绘 我对编剧作家和特效师印象深刻 科里古德在现代首次登月时 据他说 遇到了一种秘密太空计划中从未见过的鸟类人形生物 这就是我们讨论过的蓝鸟人 我知道你见过这个形象 我见过这个形象 那么你见过这些蓝鸟人或其他类似的鸟类人形生物吗 是的 类似的 但不完全是那样 它们非常像人类 有非常小的羽毛和大的皮肤毛孔 但大部分看起来更像人而不是鸟 但是它们确实有一些特征 它们没有鼻子 但有一个小会 但会里有牙齿 它们的头部不像你会看到的典型鸟头 眼睛平直就像我们的 能直视 而不是像鸟那样更多向外 所以总体来说 更像人类 但有非常小的翅膀羽毛 腋下有小皮肤壁 背部有很多羽毛 但脸和胸部几乎没有羽毛 有没有像巨嘴鸟那样有热带色彩的 是的 它们确实有 有的又蓝绿色的羽毛 身体上有漂亮的紫色 白色和蓝绿色渐变 可能从蓝色的头和脖子开始 然后渐变到白色 再到脚下可能是淡紫色 但它们的脚和我们的脚一样 它们的脚不像鸟的脚 不 完全不像 但正如我所说 唯一能让人认出它们的是 面部特征和羽毛 以及那种非常鳞片状的皮肤 非常多孔的皮肤 这有点荒谬 但你会如何将它们与鸭子霍化德进行比较 不 不是那样 因为那是一张非常突出的会 那是一张大鸭嘴会 不 我从未见过那种大会 除了一龙 一龙听起来有点令人不安 对大多数人来说 它看起来确实很可怕 因为它有这些龙的特征 有带手的翅膀 但它有和我们一样的腿 非常细的腿 有点像蚁人 它们的翅膀很小 像果服一样 手臂是翅膀的一部分 它们总是带着一种设备 这只手臂上拿着一个圆柱形的装置 用爪子抓着 这个一龙生物确实有爪子 它有长而间的会 会的骨架一直延伸到后面 它们通过一系列响亮的高音调进行交流 不像猫头鹰 不像鸟叫声 而是高音调 你在地下基地里见过这些翼龙生物吗 见过 在这些基地的非常深的深层 我们被告知它们在那里 它们与某种意识有关 我想说是宗教 但不是 这是一种某种历史的研究 我已经忘记了 它们被派来解决难题 它们有心灵传动能力 可以在房间里移动小东西 可能有一到四个生物 在智能团里的房间看着某些东西 移动东西 你为什么认为它们被关在基地的底部 我认为这是因为它们的外貌 因为它们看起来像一种飞龙 我认为因为某种原因 它们不适合和很多其他外星人在一起 它们似乎需要很多空间来移动 所以有些区域它们无法穿过门 它们非常笨重 而且 你知道 只是转头 它们的头可能有三到四英尺长 光是转头就能赚到很多东西 所以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供它们使用 我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 我只知道它们是思想家 是解谜者 我想向你核实一下 我从其他内部人士那里听到的一些事情 据我所知 某些外星人群体显然担心地球上的爬行动物 会变得非常强势和对其他物种具有攻击性 而6500万年前的灾难显然是为了消灭它们 当时月球被放置在地球周围 以创造一个季节性气候 是哺乳动物而不是爬行动物成为主导 我想知道你是否听说过恐龙灾难 是为了消灭有意识的爬行动物而策划的 我听说过一个事件 是故意摧毁地球 因为爬行动物不再被允许在地球上 这与地心生物有关 也可以追溯到亚特兰蒂斯和利莫里亚 那里曾发生过某种战争 它们被这些爬行动物德拉科使用 这是我在一些历史书籍中读到的 但我不知道这有多准确 因为它不是作为文件写的 就像有人在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范蒂冈也有这段时间的考古发现 描述了爬行动物生物摧毁水汽生物和其他当时的生物 所以我认为可以合理推测出 我会同意这种说法 我很好奇你在这些设施工作期间 是否见过类似雪人或大脚怪的生物 因为有些人报告过类似的情况 是的 我亲身经历过大脚怪 臭园和雪人等各种类型的生物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大约16岁 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南部 靠近大沼泽地露营时 见到一个大型的白色像丘巴卡一样的生物 身高8到9英尺 当时它大概在150码远的地方 虽然很远 但那是一个空旷的田野 天刚刚破晓 我看到这个生物在篱笆旁边走 它比4英尺高的篱笆高处5英尺 它的布幅大约有6英尺 我停下脚步 看着它一直走过去 后来我查了一下日期 现在网上有这些外星生物的目击记录 我发现很多人在我所在的那个地区 也见过这个生物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确认 当我开始在实验室工作时 看到这些生物 这对我是一个更大的确认 这些生物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 它们与地心生物合作 收集和整理所有的生物 植物 水 动物和鱼类的基因 并将其存档 放在某种类型的保险库中 以保存地球的真正面貌 类似于某个地方的地球博物馆 这也是为什么你几乎不能拍到 这些家伙的原因 因为它们有随意传送自己的能力 真的吗 是的 它们可以非常神秘地迅速离开某个地方 我只想说 这很惊人 我们没有普遍接受大脚怪的现实 尽管有成千上万的目击报告 足迹痕迹以及非常奇怪的财产损坏案例 例如车辆被支架痕迹划破等等 你为什么认为我们很难接受这些大脚怪的目击证据 你知道 这些都是非常大的动物 我不太认为它们太像人类 但它们有意识 并且有工作要做 它们可能是我所知的最省视的外星生物 我的意思是 它们可以被投放到一个星球上 什么都不带 收集这些物品 整理并储存起来 就像电影《铁血战士》中那样 它们下来猎杀人类 然后带走它们的头骨 所以 想象一下这个家伙下来 采集一堆薰衣草和雏菊 它们没有做任何暴力的事情 不会 它们被禁止伤害任何类型的生物 它们可能会取走你的头发 但不会取走你的头 你描述的这种生物听起来相当聪明 它们有交流技巧吗 它们能说话吗 或者有心灵感应 是的 它们也使用声带发声 并且类似像大象一样 可以通过地面振动发送信息 这种振动可以被另一个大象 在几英里之外听到 所以它们也有这种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听到 非常奇怪的尖叫声或振动声 人们通常说那是有人在敲数 但其实不是 它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交流 似乎有不同类型的大脚怪 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我想总结一下 你是否认为有些大脚怪 不一定在执行任务 比较严实的那种 我在一些机密项目中读到的文件中提到 如果它们生病或发生的什么事情 无法使用它们的传送能力 它们会迷路或被遗留在许多星球上 必须无限期地留在那里 这些就是那些躲藏起来的迷失者 但它们非常适应环境 并且喜欢独自工作 它们是那种非常孤独的外星生物 据我所知 一生可能只交配一次 如果它们要传送回它们的来源地 那会是哪里 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吗 不 我不知道它们的起源 但我知道它们有一种独特的方式 来追踪地球上的传送门 自然形成的传送门 而不是人造的 它们知道去哪里 可能会为了找到这些传送门 而穿越很长的距离 但它们永远不会经过城市 也不允许与任何星球上的生物互动 最后一个问题 你在地下基地见过它们吗 是否有一些漏洞 使它们实际上能够在这些机密设施中 与我们一起工作 我只见过死的 哦 真的吗 所以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和我们一起 在这些地下基地工作 有传闻说它们有 我从远处看到过 看起来像它们的东西 也有它们在基地上的记录 但我没有实际与一个活着的合作过 好的 太酷了 埃莫里 这真的很有趣 谢谢你来分享这些惊人的信息 也感谢你们的观看 这里是揭露宇宙 下座就像我再装舌了 我再发现 这个团子 我再发现 上座就像我一样